大家到韩国旅游通常会选择首尔 釜山或者济州岛 现在有个新兴的城市 随着廉价航空开航逐渐受到欢迎 就是在韩国东南部的大丘 大丘融合了古谱景色 还有时尚潮流 而且有许多部韩剧到这里取景 著名的景点有东城路 西门市场 路动书院等 如果走一趟大丘别忘了来个韩服体验 演出属于自己的韩剧 来到韩国 势必得跟着韩剧玩大丘 先前火红的步步惊心力 四王子汉结束甜蜜约会的地点 就是在这古色古香的南平文室本里市居地 超过海拔一千公尺的琵琶山 景色壮阔 其言怪石凌厉 更吸引了四部时代剧来取景 而没关系是艾奇纳 则选择在美丽的花园东山拍摄 知名的度假村也是场景之一 这里有大丘唯一动植物结合的生态园区 自己的韩剧 自己演 千万别错过路动书院 来到路动书院不用急着进去 可以先到旁边的韩日友好馆来个韩服体验 穿上传统朝鲜服装 漫步到路动书院 穿越距离的主角就是你 这里的灰色五瓦房可是有两百多年历史 韩国最流行的壁画村大秋当然也没缺席 来到马飞亭壁画村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像这样可爱的壁画 加上食物让你拍照起来非常有立体感 马飞亭壁画村里30多户住家外头 几乎都有彩绘图样 每幅画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更因为韩国知名综艺节目Running Man曾经来取景而声明大噪 墙壁画看到当时的我们朝鲜时代 当时我们韩国的风俗习惯 韩国的文化 大秋越夜越美丽 充满年轻活力的东城路 集结了美妆品牌 百货 电影院等 仿佛台湾的西门丁 而要找美食 西门市场是首选 西门市场从白天热闹到晚上 如果想要买在地的东西或吃在地的食物 来这里就对了 西门市场是大秋最大的传统市场 到了夜晚就摇身变成夜市 南风市场是韩国车盘 南风市场吃する 吃着火叉 让我去吃热闹 火炒鸡爪 五花肉铁板烧 或是腊炒年糕 紫菜饭包 统统物美价廉 韩国各种小吃都品尝得到 吃饭了 韩国第四大都市大秋 有着不同于首尔 釜山或仁川的魅力 随着连航开拓新航点 台湾到大丘航程只要约两个小时 让更多台湾民众爱上到大丘旅行 大丘是跟首尔 釜山比起来的 它的交通费或者是它的食物 或者住宿的部分 各方面它可以能够省钱 夕阳下 西地野餐 点个外卖小吃 大丘融合了时尚和古仆 加上慢活步调 叫人怎么不爱 韩国大丘 好吃好玩通通有 如果是在5月中下旬到大丘旅游 还能到达成郡参加番茄庆典 地方政府会买下80几顿的NG番茄提供使用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寻找金戒指的活动 民众要在满满的番茄池里寻找金戒指 找到了有大奖 今年活动吸引了将近40万国内外观光客 现场气氛潮海 科学馆变身大型乐园 大丘达成郡101度的番茄庆典热闹展开 听众最终主步的就是寻找金戒指 这种活动 大家要在这么大一个番茄池里面 找到金戒指 找到的话就有大奖 每个人弯腰低头 双手不停在番茄池中摸呀摸找啊找 捏碎一颗颗番茄 因为说不定金戒指就在里头 大丘的达成郡因为日照充足 日夜温差大 非常适合番茄栽种 每年5月中旬采收尾声 就会举办番茄庆典 大家就算从头到脚 沾满了红通通的番茄之意 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番茄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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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还请来DJ演出 所有人跟着音乐节奏 一起在水花中狂欢跳舞 冲掉身上的番茄脏污 也让气氛嗨到最高点 另一头舞台上也没闲着 一场又一场的活动 吃番茄比赛 制作番茄料理 还有抓番茄竞赛 有好玩的 当然也有好吃的 像是辣炒年糕扁锅贴 还有非常非常美味的冬粉香肠 看来灰灰黑黑的冬粉香肠 里头含有韭菜洋葱等调味 Q弹可口 为期两天的番茄庆典 用掉86顿的番茄 其实这些都是地方政府 花钱买下的NG产品 不只补助了农民 也吸引大批观光人潮带来前潮 番茄庆典已经成为达成郡指标性节庆之一 一年比一年精彩 也难怪吸引了数十国游客 将近40万人潮一同狂欢 我们下午修兰兰